他们已经对战过一次了 那次他输了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创造一个奇迹 掌声欢迎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上节目还挺好的 上了节目还有广告拍 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 要派我举杠铃 我举了几下子 我说导演不行了 我举不动了 不能再加片了 导演说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杠吧 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 前两天路上被人认出来了 有个哥们 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关于狗的端子 我是做兽医的 等我做大了一定找你代言 我说哟 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可以 开了开了开了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 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 怪不得你称叫一路风光 我甚至有了粉丝群 我爸也跟着粗热闹 说儿子 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 这句话就透露出来 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 哇 这也太吓人了 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 帮我找爹 忙活了两个作型期 还剩下十几个显异爹 只能一个一个问 两修清风 两修清风 你是我爸爸吗 对方说孟川你这也太充分了吧 我真的可以是吗 而且有的粉丝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 偷偷把全名改成了小孟川找爸爸 我现在还经常会因为一些话被骂 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啊 就是一些人的过度解读 我感觉就像是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 而且我被骂了之后 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 我又在群里劝他们 我说为了我不值得 没想到他们还挺劝的 我挺喜欢追星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 我说爸 我想改名叫孟川峰了 我爸说你好短短怎么就疯了 我妹追星更严重 我给她的零花钱 她都花给她家哥哥了 这就是以哥养哥 我老问她 我说你家哥哥也挣不老手了 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啊 她买了好多她家哥哥的专辑 我说哎 没想到啊 她一个爱豆还有那么多作品呢 她说你怎么说话呢 我家哥哥好多作品 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 我说你家哥哥的颜值 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 看出来了明显的哥不如哥哥 而且我妹就整天 拿着她的哥哥跟我说 说看看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我拿水说 看看看看 你家哥哥他疯了 我妹生气的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 刷着刷着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真是 哪天男人又行了 家机无望高乃翁 我妹还找不说 喜欢她就当我交执商税了 我说妹啊 执商税这个词不准确 你能看上她 就说明你这执商 应该还没有到起正点 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 就是有立场没是非 我问我妹妹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厌 某某某啊 她说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对家 我说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她们俩谁要胡了呀 她们追星是真动感情 哥哥PK对家输了 粉丝群群主 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 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 就哇哇地哭 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 是哥哥走了 我还劝我妹 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 张茫深的感情 是得随个份子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认识一个人 叫一路风光 我觉得我妹那张脸 现在就是娱乐圈的情侣表 看她的脸就知道 她最近又有哥哥塌房了 我就说你家那么多 哥哥塌房了 她们的拆迁款下来了吗 能在咱家寄点钱了吗 我妹妹就哭哭啼啼的说 哥别闹我难受 我真的不想追星了 我不想再看见她们了 我说想见也不好见了 说不定就判个无期呢 谢谢大家好这么多 太猛了 太猛了 谢谢孟川 喜欢孟川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感觉她的表演的过程中 特别是说到台下某些人的心里面去 就底下的人发出的根本不是笑声 是那种嗯 对 就是那种 特别恨的那种感觉 这场极有可能就是我的风光大葬了 你主要是回家怎么面对你妹妹 没事没事 大不了断绝关系嘛 有信心赢娘娘吧 我觉得我不再会赢谁了 我已经把这一段 我最想说的一些事说出来了 我就挺开心的 那还有我们那个大老师 这个哥哥连续邀请了他六十多次 谁啊 都不去 我是谁啊 我是谁啊 我怎么还活着 对不起 没有 我哪有那个荣幸 但是我上回听一个 我觉得事实上最完美的一个回答 就是说如果你的女朋友 看见那些特别帅的偶像 说哇 谁谁谁好帅啊 这时候男孩应该说什么 他说那怎么样 他再帅也没有我女朋友好看 这什么奇怪的回答 我不知道 我说错了 有点凉 有点凉 这个有点奇怪 不是 幻觉好不好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那怎么样 他女朋友 我说 再说一遍 哇 那位哥哥好帅啊 那怎么样 他女朋友也没有 所以啊 希望等一下上台的朋友 学习大老师这种喜剧精神 是不可怕的 对不对 没事 自己不觉得怕什么 对不对 无所谓了 对啊 连垮几次就好了 你这个口音我很喜欢 我觉得你的口音我也很喜欢 最早的时候 那个青岛一直偏长 真是 真是就是这种口音在配动画片 怎么配的 小朋友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这喝水啊 小哥哥 我渴 我想请你到我家去玩 小哥哥擂我家玩 好 票数呢 我们两个人都表演完 一同公布 恭喜孟川获得 十个领教员的票 进入等待区 接下来要上场的演员 涉孔脱口秀了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表现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 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 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 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 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离婚后 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我和男生 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妈宝男吧 都还挺啊 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天天对她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她妈宝男 不叫她爸肺男 如果爸爸特别费 还可以叫她爸费特 努力一下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谢谢娘娘 三 二 一 请左票 播出之后 还是很多人喜欢你的 是 给射孔的你带来了很大压力吧 就是有很多粉丝 给我私信说 她也很内向 然后得到了共鸣 那你们交流了吗 我都会回谢谢 我刚才听到过程中没拍 是因为今天好像没有 之前能表现的那股 那股狠劲没有 对 可能我现在没有那么愤怒了 就很开心每天 对 娘娘就乐了 之前都没怎么笑我 她以前讲这段的时候 就很凶狠 对 因为她特别毒嘛 脱口秀特别毒 一直毒秀对不对 真的说 我觉得还是这样挺好的 干嘛跟自己较劲呢 日子过好了 干嘛还要愤怒呢 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我喜欢这种温暖 我觉得那个 刚进来的时候都特萌 比上次那个萌 我特喜欢 谢谢 因为我算鸟 鸟鸟的粉丝了我已经 我真的好 我觉得她特别酷 谢谢 但是我是在她今天最弱的一个 巴菲特 巴菲特那拍的 什么玩意儿 我鼓励我偶像 还不行了 对不对 我鼓励一下 对对对 而且今天要聊的是 妈宝兰 对不对 郭老师 您对妈宝兰 应该很熟悉 对不对 扮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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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真的不是 本身不是 我绝对跟苏鸟城画 他必须得画成界限的 我也是这种 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过来一摸我 我说不要蹭我热度 我这个人 就有什么乐 笑我 笑了 谢谢各位 哎呀 终于过去了 你给我出去 你有病吧 没没 没这 那个郭老师 您以前这个 这个妈宝兰 您觉得他吐槽这些点 有 您演的时候会有这种 就是这种感觉 有共鸣的吗 对 我还是觉得 这个不能光是 那个妈宝兰 一方的责任吧 那还有父母的关系吧 对吧 那还是把孩子 给灌成这样了 对 就本身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这个我觉得 就是 就是 我觉得父母 还是有很大的责任的 没有把他培养好 你是不是之前讲的时候 是还跟妈宝兰在一起 现在分手的 就 哦 是交过这样的男朋友 就没有这个劲了 是不是 缺点很劲 但是 整体还是很好的 也得到了20票 那么我们请 创 回到舞台中央 我们来采访一下 徐志胜 哎哟 你觉得这场 谁胜率更大呢 我感觉 鸟鸟吧 他讲的东西 可能在座的观众 更有切伏之痛 不折磨你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 孟川对鸟鸟 最终的得票结果 我今天给自己的表现 打了100分 因为我很少撒开了影 今天算是我的一个 小的突破 孟川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在现有的那么好的文本上 又有很多情绪 就是有点如虎天意的 我对我今天的表现 其实是比较满意的 基本上把我想表达的观点 表达清楚了 我有点难以判断他俩 还是穿着胳膊 但是 他没有有四点 还有权力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得票结果 我们先恭喜孟川167票 进入待定区 超哥我才刚才想说你赢的 超哥很景仰 感觉他讲出来了一种 为艺术现身的感觉 就是我只追求脱口号艺术 其他的我不管 莫问我身后事 只看眼前 绝了